你知道 本來以為說 法國憲法法庭已經定案之後 這個紛亂應該會解除了 就沒有想到現在還在亂 現在還在衝 現在還在打砸槍 而且衝著馬克宏來的 對 很誇張 我先給大家看了 法國抗力者衝進這個泛歐交易所 泛歐交易所交易歐洲各地股票 你看他們衝進去 直接讓整個股票交易遇到困難 而且你看他們還噴什麼 這叫燃燒彈跟信號彈 你看把門都插了就衝進去打砸槍 而且他們這種打砸槍 他們現在目的已經不是要抗議 目的是要什麼 要革命 要推翻馬克 法國大革命又出來了 你怎麼給大家看下個畫面 很多人他們把旗子拿出來 掛在這個石板上面的時候 上面都寫什麼 寫Revolution 你看導播待會兒看 他這種東西就是要去做抗議之用 他要革命了 對啊 革命了 他不是一般的法國大革命 所以我不是抗議 我是革命了 你看在這芭蕾街頭 一萬噸的垃圾就散落 然後有人就把它去燒 然後現在整個法國 那個先寫叫做敲碗革命 他們是怎樣 拿住這個鐵鍋 上這個街頭 然後街頭開始敲碗 敲碗人罵馬克宏 所以這是他們叫做敲鍋革命 或是敲鍋音樂會 他們就是要把馬克宏推翻 那好 接下來下一個畫面 大家要知道馬克宏現在在整個法國 有多被瞧不起或多人而喊打 這是馬克宏視察東部的時候 被民造直接各種虛聲 真的是 在法國 在法國 在法國東部 你看人人喊打 而且他們這種虛馬克宏 就在虛他 對 不給面子到什麼 面對面照樣嗆 有時候我們講見面三分情 對不對 這些人面對面看到馬克宏 罵得更兇 你看這女的 那個眼神瞪了多大 然後就痛罵馬克宏 然後你看就質問他表情 等等的 然後還佩他 那他表情應該是佩他的感覺 現在馬克宏非常非常慘 甚至他不只去東去 法國東部被抗議 去法國南部 也是各式各樣 甚至法國南部 各式各樣示威的畫面 所以現在整個馬克宏 真的是過街老鼠 那連拜登都救不了他 好 所以體會 現在馬克宏 處境真的那麼早嗎 他現在是過街老鼠 人人喊打嗎 對 因為他跟中國之間 這種太過綿密的情況之下 當然讓所有的門幫 都對他產生疑問 接下來你看到七月 那個五月底的時候 G7的峰會當中 一定很多的 包括拜登也會對他質問 所以他一定要有一個表現出來 但現在好像內政也不行 外交也不行 所以兩頭燒 所以對他來講的話 只是今天沒有把他罷免掉